普京访华中俄各打算盘,中共借助俄罗斯普京总统,这次访问中国大陆,有意讨好俄罗斯,而俄罗斯则想利用中美贸易摩擦,试图向中国出口更多鼓舞,但俄罗斯也担心中国未来从美国进口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将威胁和打乱。 俄罗斯对华能源战略俄中两国还决定在北极开发领域,加强合作核能领域,新历史性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问中国大陆一个关键看点,是双方在核能领域签署了一揽子文件。 俄罗斯核能领域领导人说,俄罗斯这次从中国所获得的合同订单金额,至少在50亿美元以上。 一些俄罗斯媒体则认为,双方在核能建设领域签署了历史性协议。 双方所签署的这些文件,涉及俄罗斯新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7和第8号机组,以及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宝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取代美国西乌苏俄影响中国持续至今。 徐大宝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由美国的西乌公司先建。 西乌公司原本期望获得徐大宝核电站所有其余机组的合同订单,但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把徐大宝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建设订单转交给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同一个核电站的机组,分别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由不同国家先建。 在核能建设时也是首次出现两国领导人,这次都宣称双方关系,已经达到了中俄400多年关系始终,的最高点辽宁葫芦岛市是中国核潜艇建造基地葫芦岛造船厂。 当年,由苏联原建,曾是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联对华重点原建项目之一,俄罗斯这次挤走美国,参与葫芦岛徐大宝核电站新机组建设,更象征着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至今。 许悦普京有意让俄获利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 田湾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目前已经投入商业运行其他机组正在建设之中,正是来自中国田湾核电站以及伊朗布社尔核电站的建设订单,帮助了俄罗斯的核能领域。 在苏联解体后,维持生存,同时保留住了人才和相关科技。 帮助中国设计兴建田湾核电站的一些俄罗斯核能专家说,今天的中国经济要求核电站拥有更大功率,俄罗斯核能技术,为此日益感到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本土核能科技发展,迅速在国际核能市场,俄罗斯面临中国的竞争和挑战分析人士,说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继续把核电站建设订单,转交给俄罗斯可被视为中国有意讨好。 俄罗斯的一项政,智信举动待于90年代时,俄罗斯全部承拦田湾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建设不同。 中国与俄罗斯这次所签署的新核电站,机组建设文件中许多设备,以及施工和服务都中国方面,负责俄罗斯核能领域人士说,这可能导致俄罗斯的利润有所下降。 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在国外兴建核电站的资金来源,通常都是俄罗斯政府为别国所提供的贷款,而这次是中国直接下单订货俄罗斯核能企业,因此能直接获得中国的资金。 俄对中国有长远打算,担心美国打乱其局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同样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 俄罗斯目前已挤掉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 俄罗斯擅长把能源作为地缘外交武器。 俄罗斯目前正在考虑制定规模更大的对华能源战略,但俄罗斯担心中国未来可能大规模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从而将影响和挑战俄罗斯在中国的能源利益,与习私下互动了解中国战略普京,访问中国大陆重中之重。 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美国很快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 普京需要从习近平那里打开了解在未来进口美国能源方面中国的战略,普京更想知道中美贸易较量的其他一些内情。 因为俄罗斯正越越遇事等待机会,一旦中国开始对美国农产品加增关税,俄罗斯会更大规模地向中国出口粮食和股物。 因此除了正式和公开的官方活动外,与习近平的私下接触和互动,被认为是普京这次访问中国大陆活动的重中之重。 一手控制北极另一手诱惑中国撒钱在北极地区国家中,俄罗斯最防备中国俄罗斯已控制了北极航道沿线的重要基础设施,但同时也宣称欢迎中国使用北极航道。 俄罗斯期望利用中国对北极的欲望和兴趣,吸引中国投资改在老旧落后的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 普京这次访问中国大陆时,提到了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开发和使用北极航道方面的合作。 双方这次在北京特别讨论了向中国出售俄罗斯北极商船队的部分股权,这家商船队全部由俄罗斯国家控股。 业务主要涉及在北极地区从事货物,特别是石油等能源的运输但随同普京访问。 中国大陆的俄罗斯经济部部长表示,双方在双方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人民币挤走卢布酝酿新军火交易。 双方这次还特别提到在两国贸易中减少使用美元,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结算。 但一些俄罗斯金融和经济界人士说,虽然在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在结算过程中却更多使用人民币。 因此俄罗斯不满人民币挤走卢布,使俄罗斯无力可图两国的联合声明。 提到双方将加强和深化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加强两国军队以及在军火贸易领域的合作。 俄罗斯主管国防工业和军售领域的官员,这次也随同普京访问中国大陆,显示双方可能在酝酿新一笔军火交易。 向普京展示中国高铁,推动莫斯科到喀山项目,中国参与兴建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项目几年前被经常提到。 俄罗斯甚至曾计划在马上将开始的2018世界杯足球在前让高铁通车。 但这一项目现在已很少被提起契机。 悬而未决,中国这次特别向普京展示了高铁技术。 习近平与普京一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 或许能推动这一项目,表面营造气氛背后腐败,让项目停滞不前。 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每次两国领导人会晤时都很会营造气氛,但如果涉及到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项目,都离不开向俄罗斯官员行贿高铁项目更不例外。 腐败不但使莫斯科到喀山高铁项目,至今不能开工更使项目预算不断增加。 尼克里斯基,中国两年前曾承诺根据双方协议,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亿卢布。 一年前中国已把这一数字提升到了4000亿卢布,但这一项目仍未开工,我看到的一些报道都说,妨碍中国启动项目的因素就是贿赂和腐败。 西方关上大门普京亲信,转向中国寻找机会,除了大批俄罗斯政府高官这次随同普京访问中国大陆外被美国和欧洲列入制裁黑名单,被许多西方国家禁止入境的欽克里姆林公裁罚继姆琴科和杰里帕斯卡等人这次也作为俄罗斯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大陆, 美国的最新制裁是旅业大王杰里帕斯卡旗下企业陷入困境杰里帕斯卡这次随普京访问中国大陆试图寻求向中国市场推销俄罗斯旅财。